全意问答 师父在那个礼佛大成尾中 八十八佛的名号中 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字是 光 还有慈悲的悲 伐喜的喜 功德 经病等等 是不是这些都是属于成佛的基本要素之一 完全正确 你今天不讲 我也想不到 讲了 我就讲给你 光就是如来行呀 光明如来行呀 悲 你想想看 悲至双运 对啊 对 还有什么 发喜的喜 一个人喜的话 他就是已经开悟了呀 不开悟能发喜他 你告诉我呀 嗯 明白了吗 是 还有功德 功德 你想想看 你一个人没有功德 你怎么成佛上 功德就是无私的发心呀 叫功德呀 无私的发心去帮助别人 就是功德 德就是道德 有道德的去做功 就是功德 你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 这个道德就是本性 就是佛性 你没有佛性 本性的去做任何功德 只是大善人 不能成为功德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嗯 啊 明白 嗯 包括还要救度 像师父一样 去救度众生 对啊 就是这样 嗯 嗯 好的 还有那个清静 清静 新的清静 清静 清静就是干净呀 静嘛 就是静能生慧呀 没有智慧 你怎么成佛了 没有清 对 你那 你整个都是物着之旗呀 你不干净 嗯 你怎么成佛 所以这几个字都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嗯 还有一个词是瞻谈 瞻谈后来我上网看 就是谈香的意思 那请问这个瞻谈 和这个佛菩萨成佛的名号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 你比方说有个瞻谈 这个佛 瞻谈光佛 对 嗯 啊 想想看 瞻谈实际上 它就是一种高境界呀 瞻谈本身是一种境界呀 就是高境界的佛呀 谈香 谈香就是烧给谁的 你讲给我听呀 菩萨 佛菩萨 菩萨是不是在 是在高境界了 对 对 啊 好了 听懂吗 哦 明白 好的